记字的国语注音是 记忆记四生记 记四生记 记就是祭祀 是把香花食物供在祖先或神灵的面前 并向其致敬的一种仪式 记在古代的人看起来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 礼记记统说 礼有五经莫重于记 所谓五经就是 吉凶君兵家五种 但是呢都没有祭祀之事来的重要 论语言冤 众公问人 子曰 出门如见大兵 使民如成大计 是说 众公请问行人的道理 孔子回答说 所谓仁德 只要做到主敬和行术就够了 就如走出大门 态度要向拜见贵贵宾那样谨慎 使用人民 内心要向成奉大计那样的郑重 祭与四通常都连在一起用 而且也互相解释 但是古人在运用的时候呢 还是有分别的 周里地观述说 天神称四 地祺称祭 祭酒是古里当中举行大饗宴时 一定由宾客中德高望重的人 先用酒来祭祀 汉朝并且以祭酒作为官名 后来祭酒就变为对别人很尊敬的一种称呼了 祭子在姓氏当中呢 又念债 国语著音是 知爱债赐生债 如东汉的时候有债尊 债童 要提出来的是 祭字是一个会议字 左上方呢 是个肉字 右上方是个又字 也就是古时候的手字 字意是手执礼品在神前捣住 所以它的正确写法是这样的祭 另外这两个茶字也该这样写 至于发 灯 葵 这些字 上面呢 是从波 两种写法是不太一样的 在书写的时候 您就要特别注意了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介绍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